呃,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? 前陣子達蕾喇嘛在一場印度的宗教活動上 對一位想和他擁抱的小男孩說,吸我舌頭 影片流傳出來,達蕾喇嘛被外界大力的抨擊 噁心,這樣太猥褻 不過,一片罵聲中,有位自稱旅居西藏多年的作家認為 這只是藏族傳統的土舌力,用來表達尊重與友善 因此他的藏族朋友們,都不覺得有問題 作家還指出,散播這段影片的帳號,都很可疑 搞不好是有心人士的可以操作 不過,土舌力也沒有讓所有人都買單 中國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批評 土舌頭跟西舌頭根本不一樣 而有人認為,對於文化背景不同的任何人來說 達蕾喇嘛說這句話都不恰當 而事後,達蕾喇嘛則針對這個玩笑道歉 並表示對可能傷到人感到後悔 所以...